首都一名装修工人李先生上网找非法收账员 帮忙追讨一笔拖欠多时的装修费 但是没有想到讨债不成还遇上了老千 对方不仅将收到的欠款占为己有 还捏造事实不间断的被勒索和恐吓 最夸张的是上门泼漆甚至烧车 李先生拿不回欠款还因为误信对方的谎言 白白给了一万令吉如今还要散布股市被恐吓 被迫在恐惧中堵持 李先生是一名来自吉隆坡的装修承包商 他多年前完成了一桩生意 但对方却赖账不肯还钱 眼看对方拖欠的一万八千令吉所讨无门 李先生偶然上网看到收账广告 就想着试事也无妨 还答应这一名收账员阿吉 试成后交出收款的三成作为报酬 收账员果然不负所托 不仅成功收回这笔烂账 还向对方多收了一万两千令吉 但却对施主撒谎说欠款收不回 还谎称说在协助收账时 因为守法过激被警方逮捕 宣称要两万令吉来疏通执法人员 施主已经开始怀疑各中有诈 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决定支付对方一万令吉 殊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收账员十水之位 三不五十就发信息过来要钱 甚至恐吓说会放火烧屋烧车 还撂狠话说会对李先生家人不利 收账员说到做到 四月份就动手在市主家破红期 连邻居也被波及 李先生马上报警 警方只是表示无需理会对方的索钱要求 案件就没有下文 收账员继续紧咬不放 在某天深夜放火烧车 八月中的时候 有一天就是半夜 有人要按门铃 所以我的罗里着火了 在警察局的时候 这个阿杰又打电话来 警察就叫我接了 问他想怎么样 他说他要先拿十五千 是这个阿杰欠我钱 不是我欠他钱 所以他反而来 调整来了 来恐吓 说要杀我的物质 要disturb我的家人 陪同市主召开记者会的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 拿督斯里张天次表示 李先生不是唯一的倒霉市主 还有不少人被同一批收账员诈骗后 惨被威胁恐吓 借此提醒公众 如果要收账 最好委托合法收账公司 八度空间张一柔 吉隆坡报导 账公司 账公司